圣经所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包括你 包括我 你们是否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好行为 来解决罪的问题 唯有接受神赦罪的恩典 才有可能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你们是否相信 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赦罪的恩典 祂为我们降生 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你们是否就愿意存着感恩的心 接受耶稣带你受死的恩典 接受祂做你个人的救主 你们是否也愿意 让复活的主住在你心中 让祂来做你生命的主 你一生跟随圣灵的引导 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见证 好 请你们两位回座 王主照着神 你在座人面前所宣告的见证 我等一下要为你施洗 知道今天你安排这个洗礼 今天是特别希望你的孩子 和你的学生能够来参加 我们就愿主成全你这样的心愿 今天你的洗礼不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进到你个人心中 而且神的恩典 神的福音进到你的家中 在不久的将来 你能够看到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一个一个接受主 做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 他们也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 那丰盛的恩典 所以照着你在座人面前所宣告的信仰的表白 等一下会分享的见证 也照着神给教会的权柄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我们接下来请苗志兴分享她的受洗见证 接下来新生命团祭会现实 弟兄姐妹妹平安 我叫苗志兴 在中国山东出生和长大 2007年跟先生一起来到美国读书 开始接触圣经 由于从小所受的无神论教育和自然科学背景 主耶稣和圣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神话 偶尔参加茶经聚会 也仅仅是为了应付朋友的邀请和免费的美食 2008年夏天 爸爸突然得了重病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 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并支撑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爸爸的病好了 我的生活也平静又顺利 随着大女儿的出生 顺利找到工作 毕业 一年后也拿到绿卡 我把主耶稣完全抛制于脑后 我觉得这些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换来的 2016年 我第一次来ACC 当我一走进明道楼就感到很震撼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2017年 我们全家搬到Austin 开始固定参加教会的茶经和聚会 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爱 让我感受到主耶稣大爱的力量 我重新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 今年暑假 我和先生参加了M12 不仅使我们的夫妻关系更好了 更重要的是我切身体会到 也看到了 神在我们每个学员身上做的工 坚定了我跟随主的信心 把学到的神的话语都用到生活中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让我感到了无比的平安和快乐 才明白我的所有都是源于那位大能的神的安排 今天我愿意受洗 接受神的爱 求神赦免我的罪 做我的救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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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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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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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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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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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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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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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